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运动员 对吧 这个很抱歉 这是说明我的专业性不强 第二个是抱歉是大家不知道 我刚才跟罗兰先生聊了半年 结果我们的这个编导说没路上 没路上也不是我们编导的技术问题 而是来停电了 为什么停电了 因为我们州是民主党的州啊 对不对 共和党的州是不停电的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对吧 罗兰先生 我在这里到了佛罗里达四年 累计停电的时间不超过十分钟 你们是共和党州吧 对啊 对啊 所以我说这个停电跟党 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啊 不过呢 我们今天还是不讨论美国 我们讨论一下中共 中共啊 这个最近抓了许张人 对吧 最近呢 这个话我也不懂得学习学习 一学习的时候是刮骨疗伤 自我革命 一看就是清洗 就是政治的清洗 而且发出一个 成立一个什么组织 什么政治专项组 什么组织 实际上啊 这个政治这个词浮信出来啊 再开始是江泽民时号 江泽民时号叫要讲政治 但是江泽民是上海 就等小开啊 讲外以外也就忘了 而习近平就统 习近平把这个讲政治啊 螺丝到行政中间去了 那么公安部网民呢 有一个叫移局 臭门招聚的国保 但是这个部门啊 现在改名叫政治保卫局 那早一个是我在节目里面讲啊 郑珠光先生啊 他很认真 一看我就讲错了 他说你看你看 你怎么能把国内保卫局 讲成是政治保卫局了 我说不是啊 他说政治保卫局是以前的名字 确确实实是苏联的时期 最令人可怕的 就是叫政治保卫局 就是什么 干脏活的 就是杀人的 就是抓人的 就是诬陷人的 现在公安部的第一局 改的名字就叫政治保卫局 我们不喜欢像苏联那么重演 但是他的这个名字 为什么从大家的国内政治保卫局 改成了这个政治保卫局 所以我还是要请 鲁兰先生重新讲一下 这个您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 为什么国内保卫局 不要了 要变成政治保卫局 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我觉得可能当下的最主要的危险 习近平主席认为 保住政权 保住他的执政的合法性 恐怕是他最主要 优先考虑的问题 实际上 我觉得像您刚才讲 就是江泽民时代 开始的这个讲政治 实际上我们可以推 向前推很远 中国共产党 自从他执政以后 他从来没有不讲政治的时候 只不过他的政治 是各种各样的讲法 各种各样的说法 对于执政的合法性 他们自己心里非常非常的清楚明白 他这个政权不是通过 老百姓的选举来的 不是通过民意来的 他是第一代的人是打江山打下来的 用枪杆子夺取的政权 后来的人是通过他们自己的 这个传承得到了 这个传授人的信任 拿到了政权 跟老百姓没有关系 所以在现在危机四伏的时刻 那么他们自己恐怕要保住自己的政权 保住自己的龙椅 保住自己政权执法的合法性 对他们是第一要路存在的 这个由来已久 不仅仅是从江泽民时代开始 任何一个中共的领导人都会 那么把这个放在他的第一要路 因为你看习近平主席都轻易的 不敢走出这个中南海 不敢到老百姓中间去 那么他这种表现 实际上我想他自己心里非常清楚 他当然需要进行政治保卫 那么我所谓的国保改成政治这个保卫局之后 同时也在进行所谓的政策教育 那么在2021年开始 要在全部的政法系统里面 进行一种自下而上的这个教育 同时也在进行着这个 和平老子刚才讲的清洗的问题 实际上这个清洗 我觉得是由来已久了 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 特别是在周永康这个集团下台了以后 那么这个对于政法系统的清洗 是系统性的在进行 那么这也反映了一种恐惧的气氛 不仅是在底层的人士 中层的人在高层的人士 都有土片的在存在 那么我这就有一个小故事 是大概是在2015年的那个春节前夕 一个非常非常寒冷的一个冬夜 那么大概就是已经到了深夜 一两点钟的时候了 突然我接到一个电话 那么我有一个同学 他就从这个这个北京过来 那么他是在政法委里面 担任的这个一个领导的职务 但是这个时候 他已经就是说希望退休了 他打电话给我的目的 是让我立刻到珠海的御温泉去 那个御温泉离珠海市有三四十公里 那个三十公里 那个路可不像美国这样路 说你开车可以很快的到达的那种情况 他说你走到那去 我一想这个快天亮了 但还泡什么温泉 他说你过来过来 你这个你不过来得温泉 我不敢泡 我说没那事你去泡 什么事也没有 然后完了以后 这个到第二天 我说你不行你到珠海来 然后到了珠海以后 我就再问他这事 我说你去泡温泉吗 爽不爽 他说他刚靠了一夜 根本都没敢去 我说你为什么就不去泡温泉 我不陪你 不敢去泡温泉 他说他觉得四处都就是有人在看 我觉得就很奇怪 你是政法委的相当一级的领导了 你是专门负责保卫国家安全 保卫人民安全 保卫社会安全的 连你都会是这样的感觉 他说不是你不知道 我这个退休啊 因为各种各样的 他就不断的有人在审查你在这个清洗这个原有的系统 让你讲清楚很多很多的问题 他本来是清清白白什么事情都已经觉得找到完结了 可是没完没了的审计审查等等 让他觉得找到哪都不安全 找到哪都似乎有人在跟着你 这种情况 这使我不禁的心里边打了一个寒战 我就觉得像这种 在政法的这个相当高位的这些人 他们自己都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 那中国的这些老百姓们 他们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吗 他们自己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开始我就下决心 一定要离开这个 这种非常非常恐怖的这种环境里面来 那么这种清洗从这个在高层的这种人士 虽然说他没有这个任何手上没有没有血迹 没有这个在血债 但是他也陷入到这个恐惧之中 究其原因 无非是说习近平主席要让政法干线的这条队伍 绝对忠实于这个习近平主席 维护定于一尊的这么一条这个路线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这其中也反映了习近平主席 对自己的政权的稳定性 对自己执政的合法性 对自己控制政权的能力 恐怕是有相当相当大的折扣 那么最近我们就知道 以这个徐章润先生 北京清华大学的教授徐章润先生 被这个中共政府以这个嫖娼的名义被抓起来了 当时在这个全世界 第一个发出这个新闻的就是何平先生 我也是这个虽然说国内有很多很多 这个信源各种各样的关系都已经在这个 但是还是看到了何平先生发出来这个消息之后 中央社的记者 BBC的这个新闻人数 他们都在问我这个何平先生发出这个消息 是不是是不是真的 我们经过核实了以后 我当时就是非常奇怪 因为这个徐章润教授的这个微信群的朋友圈 那么头一天还在更新 一看着一切如常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但在何平先生发出来这个信息之后 那么迅速的被证明了 确实 徐章润先生被带走了 许章润先生 实际上在新华大学 在中国都是一个非常有凌望的一个知识分子 因为他的文笔非常好 理论非常清晰 是一个著名的法学家 2015年还被评为 这个非常 这个亲 这个著名的这个青年法学 法学人士 法务人士 2005年 那么在此之后 他的执教 他的著作 都非常在中国 非常受欢迎 是一个非常感言的知识分子 那么最近因为他只是在发表了三篇文章 要求这个习近平主席 能够正视人民群众的要求 正式推动这个社会公益和一些政治现象 减少对国内的一些不必要的镇压 和这个言论的打击 那么导致了他自己被这个 中央政府通过一个非常不道德的 不明立的一个手法 把他给抓到这个四川成都去了 能不能回来 现在我们在周日才能知道 我想这一系列的事件都表明了 这个中国政府 尤其是新习近平主席 对目前他的所处的地位 我们知道在这个跟中美贸易战 在香港的国安法这个通过了之后 那么全世界几乎是这个一片反对的声音 在这种情况下 甚至比这个更早了 就像他成立了这个政治保卫局也好 他准备对这个政治这个政法系统进行系统的清洗 以及将在明年开展的这个洗脑运动 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都是为了维护他的政权的这个能够存在 这是我觉得他面临危机 他感到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谢谢 好谢谢谢谢 政治保卫局的历史 哎呀有意思 这个我先说一个小段子吧 小故事 因为我在那个91年出狱以后呢 我是这个拿着释放证去登记啊 做户口登记是重点人口登记 那个单子重点人口登记的 后来给我发一个那个本地的那个身份证 那个身份证跟所有的人身份证编号都不一样 后来多年以后因为别的问题 我去去找我那个原始材料 那个所有的那个民警就说肯定是搞错了 我们不可能发这么一个身份证 大概打头 因为陕西都是61打头的 但是我那个身份证好像是10打头的 也不是北京 是陕西 所以这个成了一个 因为都那个患证的时候 那个证就交上去了 成了无头案 我记得当时 这个 在这个 就 应该是在 91年吧 91年 释放的 92年 64以前 就开始跟国宝 就开始找我了 现在就习惯着国宝 但是要正宝 我记得那阵挺逗 那阵这个 因为苏东事件刚过去嘛 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您这个 你看苏东那个样子 加拿来的公安都得失业嘛 我说别的公安不会失业 你们那个政治警察就得失业嘛 对不对 别的人家搞刑事犯罪的 经济犯罪的 还有继续我活干 他说你不要忘了 美国还有联邦谈查局呢 我们可以做联邦谈查局的工作 当时给我感觉 我还惊了一下 我说 这个脑筋急转弯呀 对不对 就像那个 这个河北省的那个政法委书记 原来也是做过公安部移局的 这个负责人吧 张月 叫张什么 张月 张月 张月就说了 这个将来失业了以后 可以写八九后的民运史 这挺有意思的 就这个 我查了一下这个国内安全保卫局啊 这个最早最早确实叫政治保卫局 什么时候成立的 非常早 1931年 仿造的苏联 就苏维埃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就有一个政治保卫局 叫国家政治保卫局 这是个国家 国中世国 这国家 那么后来可能是因为 国共合作的原因 这个局就换名了 换了几次名字 到了这个 49年以后 他也 他也叫什么 挣扎迪特局之类的 到了57年 又设了一个 又改叫政治保卫局 所以政治保卫局很有意思 叫一局吧 公安部的第一局 叫政治保卫局 到83年的 就这个 之后又改了 83年时候改叫什么 改叫这个 反革命侦查 对反革命侦查局 83年 这不叫政治保卫了 就穿插反革命 结果到了89年的时候 又改回去了 89年初啊 不是因为89年 这个运动 89年3月 他又改名叫政治保卫局 又改回去了 把这个反革命侦查局 反革命侦查局 改叫保卫局了 政治保卫局了 就是这个反覆折腾 当然反革命侦查局 这个我不知道 他是减弱了 还是加强了 这搞不清楚 到了98年的时候 他改叫国保 公安部 召开第一次 国内安全保卫会议 这个决定政治保卫局 改名叫国内安全保卫 这个什么意思 这98年那个时期啊 就是这个刚才 这个大家讲那个 讲政治 江泽民讲 讲学习 讲政治 讲争气 江时代 江时代再进行 那个粉刷工作 要把这个中国啊 刷的跟那个国际接轨 做粉刷工作 基本结构不变 但是要这个 粉刷从一个 这个正常国家的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叫国内 这个国内安全保卫局 国内安全保卫局 这个时候我也很不习惯 因为长期的是跟政保 打招牌 突然之间改叫国保了 那个国保呢 而且呢 过去都叫政治保卫局 这是中央一级的 下面叫保卫处 保卫科 政保科 小的叫政治保卫科 高的叫政治保卫处 有省处 还有这个市处 但是突然之间 这个改叫国内安全保卫局之后呢 他改叫支队 支队大队 你那个局分局 叫大队 局 你那个叫市局叫支队 感觉就好像是一个游戏队那种 支队 这是队长 这都叫队长了 据说呢 是因为 而且是因为这个 这个国内保卫局呢 因为法轮功事件 一下子扩边了 是吧 本来要把这个政治保卫功能啊 全转到这个 安全部去 你是对外的 对内的叫国 国内保卫局 可能是要把这个 正保 正保职能要压缩 结果呢 是因为法轮功事件 反而这个部门 急剧扩大 那咱就不说了 这是行政 行政部门的 这个斗经费啊 斗各种各样的 斗编制的 这算体制内斗中的 无所谓了 但是这个 何必先生上次 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说正保把那个 把徐章人抓 我很奇怪 因为这肯定是 国保管他吧 国保管 从98年来 一直是国保 接着正保这个 角色 在管理这些 一些异议人士 包括一些 那个宗教人士 哎 怎么 我还挺奇怪 我说是搞错了 正保是老王历的 98年以前的 他说这啊 是六月色 刚刚改的是吧 对 对我是从一事 知道这 哦 这又改了 但是我的第一反应 是什么 我第一反应 不是说更加重视 政治安全了 而是复辟了 就是 这个习总书记 可能认为这个 政治保卫 就是政治保卫 我们不需要 这个粉刷墙 粉刷墙搞得大家 政治意识都淡漠了 各级干部都 都已经 就是以为这个 马放南山了 兵刀枪入库 就 就现在就是 把这个 假装的这种 战略欺骗 变成真的了 变成真的 就把自己给骗了 不行 所以还是 要加强政治意识 回到这个政治保卫 政治保卫局 政治保卫处 这么一个建制 我是不是底下 叫政治保卫处 我不知道 反正是叫政治保卫局 但是前面 也宣学改变 他加了一个国内政策 过去就叫政治保卫 现在就加了两个字 国内 就是跟那个 国内安全局 国内安全保卫局 这个国内两字留下来了 可能还是跟那个 安全部有所区分 有所分工 那在这个里头呢 就是 包括这次整风 说是要仿照延安整风 就是完全你看到 习近平的这个 对付这个官僚系统 基本上是 用的是毛泽东的做法 毛泽东的做法 而那套 做法呢 对这个共产党这种体制 真的是行之有效 真的是行之有效 抓 抓权力啊 抓这个整个队伍啊 他还是真有效 那我为什么说这个 就是第一感觉就复辟了 就两个 第一个形式上 在在向 就感觉这个时光倒流的感觉 他复辟了 第二个从实质上来讲呢 习近平这个抓权 处处在模仿毛泽东的这个打法 看来还真是 就是也会把他打成 打造成毛泽东第二 尽管美国的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说他是这个 以斯大林自诩 但是我想他心内心里 可能是以 毛泽东自诩 对于斯大林他可能也 没有什么感觉 这个是 我的一个看法 也是何平先生这个 一个小八卦段子 把我引出来这么一个说法 OK 好 这一集是这个 李红青先生你讲 我现在啊 我刚才听你们两位 听他们两位讲了这么这么多了 我觉得我有几个感想 一个啊 说中国呢 这个政法系统 你看政法系统多厉害 政法系统有公安部 有国家安全部 有司法部 然后还有政法委 然后后来呢 又搞了一个平安北京 平安中国建设指导委员会 最近又搞出了这么一个 这个政治保卫专项 搞得这么热闹 为什么呢 对吧 你要一个政府的话 你有一个 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 为了维护这个政权稳定 他也有正常的机构 不断的推出新的机构 我说呢 为什么 我的感觉啊 这个感想呢 就是 确实他们不安定 恐惧 来自哪儿 到底谁是敌人呢 对吧 像郑旭光同志这种 郑旭光同学这种 反动力分子 这肯定是敌人 但是 你这敌人 这对他政权构成不构成 威胁啊 我是真不觉得 这个构成威胁 你像来自新疆 来自这个香港 港族分子 包括法轮功 包括这个世界各地的民运 对他够不够成威胁 现在看啊 真不够成威胁 那你说这个 习总书记 或者习主席 他这个夜不能寐 他为什么 他为什么害怕 他怕什么 我觉得啊 现在看来看去 找来找去 他应该最怕的什么 是睡在身边的贺鲁晓夫 这睡在身边的贺鲁晓夫 才是他最大的敌人 这些人才能真能的 我要他的命 所以呢 这么一看啊 现在就看明白了 你看中 这个中国的政法系统啊 从2012年 习总书记上台以后 现在政法系统下去了多少人 从原来的政法王 周永康 到后来的这个副部长一级的 公安部副部长一级的 这个李东升 孟宏伟 到最近的这个孙力军 然后呢 又刚刚下去的这个 这个原来的这个 这个孟建筑的秘书 那个重庆的 重庆的公安部的部 公安局的局长 对 然后现在呢 又要出来的 呼之欲出的 就是孟建筑 像这么多人啊 现在咱们一看 哎呀 原来这些警察 这么多坏人啊 警察队伍里这么多坏人 是吧 和我们的个个是坏人了 对吧 还有像前一段时间呢 抓出来的政法委的 也是重要的人物 后来到了河北省去 当省委书记的周本顺 这也都是政法系统的 对吧 一看哎 怎么政法系统 负责这个保卫的 这些人呢 哎 这么多的坏人 随时都可能出问题 这个时候 我跟你报告一下 我跟你报告一下 中国所有的部委系统里面 坏人最多的是政法系统 坏人是吧 所以现在 自己抓出来的 没错没错 这个部委 抓的人比 公开部抓的人更多 所以现在一看呢 这个坏人啊 估计基本上啊 都集中到这个公安系统去了 公安系统坏人多 所以你要这么一看啊 就看来看去 而且还有这么一个台证啊 很有意思啊 周恩康上来 清洗这个贾成范的人 啊 啊 然后孟静主上来啊 清洗周恩康的人 然后格森坤上来 清理孟静柱的人 现在王小洪上来 清理格森坤和孟静柱的人 曾孟静主和格森坤两届公安部的党委委员 现在一个都不存在了 是 所以你现在这么一看 看下来了以后啊 确实 这个公安系统啊 坏人多 这个换一朝天子啊 就得换一朝 换一朝这个尤其是公安系统的人 所以你就感觉啊 这个当天子真是不容易 我现在感觉啊 就是当天子不容易 这当天子的 他一天就怀疑自己周围的人 为什么 一会儿这个人可能给我下个毒啊 那个人给我安排个刺杀我呀 对吧 刑刺我呀 有点强迫症了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啊 你看这些下来的人 这些从公安系统下来的人也一样 他们下来了以后 突然意识到一个什么呀 哎 怎么没有民主和法治啊 你看最典型的 这个原来的政法王 这个周永康 周永康现在还在秦城服刑呢 哎 他自己的儿媳妇 叫黄婉 这个周 周斌的媳妇 对吧 然后呢 他呢 被监视居住 也是关了一段时间以后啊 最后释放了 他呢 这个罪呢 好像是服刑了 还没服刑 反正是释放了 回到家里以后啊 就是不让他出国 他自己呢 这个父母还都在澳大利亚呢 他虽然丈夫在服刑 后来就黄婉就想出国呀 就说那我得回去看看我父母啊 这个中国说你不能走 为什么 你一出了国 危害国家安全 他说我怎么会危害国家安全 所以这个你看 政法王的儿媳妇 最后他就开始 他要来控告政府 最后没有人敢 没有人来敢接他的案子 他这时候他才发现 这个原来的这个 对于中国的 这个基本的老百姓啊 根本就没有一个法事的保障 没有 缺乏一个基本的法事 因为什么 这地方是人质 结果最后 你才黄婉 最后找了谁 找了一个709律师 漏网的709律师 这个陈建刚给他做辩护律师 后来最后在网上 pose出来一张照片 写着一个条幅 叫 叫危难中我们拥抱自由 对吧 这个黄婉这个 作为一个政法 原来的专门打压 这个709的律师的 这么一个政法王的 这个儿媳妇 最后呢 他站出来 替他的公公 那个时候侵犯人权 不搞法治 但反而打压公民的 这个基本权利的 这些行为呢 他道歉 要追求他自己的权利 对吧 所以我就是 我同意那个 刚才鲁岸先生那个话 就是我们公民啊 每一个公民 都应该有 最基本的权利 其中一条就是免于恐惧 这个政府 这个社会 不能够天天通过恐惧 来统治这个社会 到今天 大家都看到了 这个星期一 对吧 许章润教授 清华的这个 许章润教授 因为什么 就因为 写了几篇文章 就因为用自己的笔 抒发了自己的想法 批评了政府 然后就被抓起来 当然罪名不是说 你批评了 这个习主席 不是批评了政府 而是说呢 给他安了一个罪名 跑去嫖娼 对吧 跑去嫖娼 对吧 我说 说来的话 别说嫖娼 哪怕是过两天 你看 许章润教授 最后在电视上认罪 我说 我也不信 所以这个社会 确实老百姓 是没有这个 免于恐惧的 这个基本的人权 所以 现在已经危及到 政法系统 自己了 所以最后呢 现在这个世界 应该说 除了最高领导人 没有一个人 没有恐惧 而最后 连最高领导人 也是充满恐惧 所以这个社会 真正要有好处啊 只能走一个路 就是真正走到 宪政民主的路 才有可能消除恐惧 我今天说这 好啊 那么 另外两位 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主持人吗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就是 这个 我同意恒星当代讲的 这个就是 所以他们现在 这么焦虑 这个 习主席啊 这个 我觉得恒星 准确的非常准确 就是他这种焦虑 我觉得是 实时存在的 就是 现在因为我们 前几年还看到 就是贵州安顺 有一个公交车司机 因为家里被强拆 那么 在这个高考的时候 带着一车人 直接把车 就开在这个 水库里了 这是暴露出来的 这是通过这个 互联网上 暴露出来的这些 实际上没有暴露出来 我觉得还有很多很多 就像在北京的瓦窑 那个强拆的事件 在全国各地都看到 很多很多强拆的事件 实际上过去 我们都讲过 这个群体式的事件 每天都在中国发生着 虽然说我们 在这个官媒的报道上面 没有看到这些 但是实际上 习近平主席知道 他已经坐在一个火山口上 这是他每天焦虑 每天这个坐卧不安 每天就要防着 这个左边要防着政法委 右边要防着 这个公安 还要防着国家安全部 实际上我们看到 他对军队的这个防备 其实也是一直由来已久的 这个有人统计过 就是18大的这个中央军事委员会 除了习近平主席 还这个留任之外 其他的全军覆没 那么这也是一个 就是他对这个要清洗的一个对象 其实军队 他也已经清洗了很多遍了 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军队主席的每天这种焦虑 就是一种很自然的一个情况 我们觉得就是 这个改成这个政治保卫局之后 并不能减轻习主席的这种压力 真正的压力就像恒情讲的 要靠这个整个社会的民主宪政的 一种改变 维护的法治才能保护到每一个人 谢谢 这个习近平啊 他现在要在这个政法委系统搞这个 延安整风 然后延安整风呢 他为什么搞这个 延安整风就是确立了毛泽东 在党内的真实 这个真正的这个一尊地位 不是准上的 是要实际上做到 人人过关 包括周恩来之前都得人人过关 所以这个政法委搞完以后 是不是会在别处搞 但是就不好讲 现在看起来的话 习近平他是没有安全的 他要抓这个枪杆子 抓军人主席还不够 还要把这个武警 这个收归军委 最近又把于北野收归军委了 就是整个你这个地方上 你就完全没有武装力量了 对不对 你这个武警你调背不了 这个于北野也调背不了 就是什么军区啊 省军区啊什么的 只能招兵了 这样的话呢 他把枪杆子抓到手 就是笔杆子 刀把子也要抓过来 刀把子抓完以后 抓钱袋 钱袋抓那个笔杆子 就我说这四个字 枪杆子刀把子笔杆子 钱袋子 个个都要攥在手里头 所以这个和这个毛泽东 还有一点区别 就毛泽东还能让这些人 斗来斗去 这个习主席呢 这个谁都不放心 谁都不放心 但是呢 谁都不放心的话呢 就是这个将来可能 他自己他也不放心 就像到毛后来 你说他斗的刘少奇啊 佟德怀 哪个不是他派系的 邓老平 对不对 林彪 是不是 最后这些老派系的人 功高震主也不行 最后王章江尧 就是 最后一个 走到那里头 大家慢慢看吧 我觉得这个 国内政治确实是 迅速的 我觉得就是跟坐着时光机一样 迅速就往回看 这时间到我会倒流 但是又不可能一样 就可能完全一样 好啊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 已经讨论非常长时间了 不过最后还是要看看 我们的陶俊先生怎么说 那今天呢 特别感谢郑树光先生 感谢楼兰先生 感谢 整这个山上下山的 李福清先生 天哪 我这小和尚出山了 对啊 大家周末愉快 谢谢大家 谢谢 下个星期见 再见 下周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的编导 谢谢我们的观众 我有一个话 名词啊 经常大家听听听听 听久了以后 就不知道这个词 什么意思了 比如说中国有个词 叫政法 政法委 这个是干什么的呢 是管法律部门的 而中国现在是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法 是要依法治国 那就奇怪了 只要政法委层次 怎么会依法治国呢 因为政法委的意思是 政治法律啊 也就是说 政治放在法律前面啊 如果你叫法政 那你还可以理解 对吧 法律在前 政治在前 他现在政治在前 但是现在政法委 很有意思 一天到晚开会 一天到晚搞清洗 打黑啊 什么刮骨疗伤啊 自我革命啊 这个公安部 政法委的最重要的部门 当委叫国公安部 是最不稳定的一个部门 格森坤10号和 孟基督时代的 单位委员 现在一个都没有剩下 全部被清洗掉 要么把你调走 要么把你抓起来 要么让你离休 开休 就是政法系统 现在是承现出过 最不稳定的一个 一个机构 而且所谓的清洗 就是清洗自己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呢 这个现在国安 公安部 这个司法部 现在还是一个考号 叫政治保卫 政治保卫 原来大家都知道 叫国保嘛 叫国内政治保卫部 现在改名字了 改名叫政治保卫局 所以这一集啊 我请教了陶先生 就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您对这个中共的 有特色的意识形态的 这个所谓的 依法之国 您怎么理解呢 您怎么就理解这个政法 哎呀 这个就比较难说了吧 一国两制是不是 我们在香港这一制 也不好说 大陆的那一制 这个是落后 或者是那个不对 因为在中国 您都知道 公检法是一把抓 香港呢 是英国人留下来 三权分立 公检法一把抓以后 必须要加强党的领导 所以呢最近这个 我估计最近这 这几年了公安系统 本身就崛起了一股 非常强大的力量 因为我们说公安除了在这个直辖市 首都以外 在全国省市 二三线城市 都是执行 具体执行维稳的 前线的势力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一幅变成了一个特殊的 国家机器 这个国家机器 所以我们出现了一个政法王 叫这个周永康 把这个政法系统 经营成这个独立王国 所以把周永康 关起来以后 这个政治局常委这一级呢 就是说管政法这一席啊 就把它给取消了 政法的这个常委没有了 政法就降下去 就变成了这个书记一级了 这也是个很重要的 这个改革了 对不对 就是各级党委政法委之间呢 这个领导与被领导的 这个关系的地位就有权利 所以这个独立王国 自从周永康出生以后啊 就开始就进行大手术了 但是不是那么容易吧 因为全国这个公安系统 既深且广啊 真的 各个城市有 各种的娱乐场所 有酒店 是不是啊 都要这个警察公安 在前线啊 来维持这个社会秩序 啊 所以呢 这个政法系统 作为国家七七的 啊 这个啊 这个行为 行为权 改革权 主导权啊 都应该 恢复到中南海最高的决策者之中啊 你决策以后啊 你怎么样的执行 这是一个老大男的问题 就是说政令 政令 要出都门 政令出都门以后 在政法这个刀把子 这个系统怎么样 一步走到全国各地的前线 这又是个大问题 是不是啊 所以他这个改革呢 我想呢 这个 这个会议啊 就指出这个政法系统啊 这个队伍有三步的问题 不存 不供 不利 所以这个孙力军就出生 违法乱级 还甚至出现 所谓的害群之马 这个 所以这个要加强基层三观 哪三观呢 法己观 权力观 利益观 因为这三观不正 导致这个政法队伍出现 政治思想 组织纪律 作风不存 等等的问题 那我们这个香港人 我们外面一看 哎呀 这些名词都非常的空泛 不是不能说空泛 就怎么说呢 就是什么 什么什么 这个什么什么 这个叫法己观啊 这个权力观 利益观 这个什么叫观呢 这个观呢 这个东西你怎么衡量呢 你怎么考核呢 这个 你怎么评分呢 这个我们外面不懂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问题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公安系统如果要开刀改革 应该是最困难的 这个跟国企不一样 是不是 国企要改革一个钳子就可以推动 或者是放权 把国企自由化 然后由金钱跟市场呢 自己去走出一条比较正常的路子 但是这个因为这个刀靶子跟钱袋子 是两回事情 嗯 这个有一个词啊 变化比较有意思啊 就是叫原来国保 就是申立军担任局长 也就是你们的现在的公安公使的副局长 叫李江舟嘛 他也担任过这个局的局长 叫做国内政治保卫局 啊 所以大陆一听说国保国保 美国人都吓一跳 啊 国保请你喝茶了 你就惨了 对吧 实际上公安国家安政部呢 在中国执法很少 因为国家安政部主要是反间谍 那么这个国内进行部 主要是负责抓间谍 抓异议人士 啊 所以大家特别紧张 不过他们的名字就改了 改了叫政治保卫局 那您知道这个改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原来叫国内 现在变成了政治保卫局 而且司法部也成立了一个什么提告 叫什么政治专项保卫 这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讲政治这两个字 有这样的改动啊 什么时候的事 什么时候的事 神力阵下台之后就开始改 哦 那恐怕不简单吧 对啊 因为政治这个是最根本的东西 对啊 这个我比较看不通 我看不太看得通 你怎么看呢 这个要是同一头的人才知道 国内保卫局原来就有国家意识 就是说这个事情以国家为主体 就是政府是主体 国家是主体 政治保卫局这是缩联的 就是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 政治 什么叫政治啊 总书记就是政治 党政要就是政治 国内就不同了 国内国家就有国家的法律 对吧 有国家的意识的办事情 什么黑社会啦 这些 对不对 或者异见分子啊 什么 对不对 现在的问题就是提出了 就是您还听到胡振门 这个进攻颜案的时候 提出了什么 保卫颜案嘛 就是保卫毛主席啊 现在政治保卫讲白了一点 就是保卫习近平 哦 原来这样 对啊 哦 这我就 长知识了 对 长知识了 当你这个老将也讲过 要学会讲政治 大家搞不懂 什么叫讲政治 对不对 那我们陶杰先生是最讲政治的 因为他天天都在讲政治 我不懂 没有 我不懂 我不讲政治的 我是讲文化 讲逻辑的 您讲川普林郑月娥 他们都是政治人物啊 对对对 那个是境外 境外国外 这个境内国内的东西 现在我们在外面 好像不是太看得透 毛泽东说没有调查研究 就没有发言权 对吧 所以你刚才点到的这个 比较有意思 为什么后来又搞起了 这个政治保卫呢 这个应该是对内的 是不是 对对 内部的 对 就是内部有人 试图挑战习近平 试图去伤害习近平 所以他要保卫 要不是没人伤害了 要保卫干什么呢 对吧 这个应该 恕我无知啊 我来请教 这个不是应该有个中央警卫团在保卫吧 中央警卫团那是保卫团的肉身 那么你真正如果是全国各地发 有人煽动网上又写公开信 又挑战又讽刺又挖苦 这些人就是伤害到这个习近平的威信 伤害到习近平的权威 那已经叫不准妄议中央 不准妄议中央就是不准讨论习近平 对吧 政治保卫这个东西也叫不天然 就是要保卫在前官范围之内 保卫这个习主席习总书记 这个样子 那为什么忽然会出现这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看到国内很好啊 现在这个抗议工作做得比较稳定吧 是不是 没看得到有什么 但是你一看这个国际媒体 你就吓一跳 印度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要给你闹 对吧 这个澳大利亚 主要一口出国一口中国 但是他也给你这么闹 给香港人一万多香港人 只要你现在在香港 马上就留下来 六卡 对吧 加拿大 你现在你只要进来 都会给你身份 英国他就已经给了几十万了 特别刘小平还不让他们走 我觉得以后香港人 是不是先要跑到这个法国 或者先跑到德国 再转机到这个英国 因为不能把你直接跑到英国去了 那么现在你看加拿大 美国 英国 纽西兰 然后澳大利亚 印度 日本 你看已经多少个国家端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但是砸自己的脚的时候可能也砸到你啊 对这个印度这个局势好像没有什么进展 是不是据算两方的军队都往后推了一公里 四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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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现在中国和印度 虽然关系没有恶化下去 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两国关系要回到原来的局面 非常困难 因为印度必须死了几十人 澳大利亚也一样的 澳大利亚也一样的 英国也一样的 美国大家也看到了 对吧 下个星期 这个川普总统有可能就南海问题又要发表强烈的谈话 下个星期 香港问题有可能要 要行使这个制裁措施 就整个国际形势看起来 是这个四九年以来 最一众的殖民 因为四九年 是最开始有一个苏联老大哥 他在前面挡住了 对不对 后来到了七十年代的时候 中国已经跟西方关系和好了 对吧 换核了没有和好 换核了1972年以后 美国对中国没有威胁 那个时候尼克松去了以后 这个基辛格去了几趟以后 至少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军事威胁在那个时候解除了 而且一直到邓小平江泽民都是这样 一直到今年为止 所以这个是比较让人担心的 因为你现在发生什么事后面没有这个 你能指望这个普京老大哥 就像斯大林那个时候挺毛泽东挺得那么铁嘛 所以现在心里也没底是不是 是啊是啊是啊 所以要政治保卫习主席嘛 我想这个应该是整个政治局的集体决定吧 是不是 政治局是习近平的局 所以这个印度这个问题我们比较看不透 你就打死了差不多二十几的印度官兵 你就赚了历史二十人自己死了多少我不知道 但是马上目的就把这个这个微信跟那个抖音跟所有的 他说以中国为主导的经济合作工程全给撤了 对 这里头损失多少啊 应该有几十亿吧 对不对 有没有 不止不止 咱们家的光是抖音就是以北斗亿啊 好像是 哎呀 所以现在这个的这种局面很奇怪 我们都是这几十年没见过的 这个算盘怎么打 你这个在中印边境扔了一层石头以后 你也没有看上去没有把失去的土地给收回来 没有 是不是 但是你在印度 中国那个地图一看都是假的 因为那么一块表面上写的是中华人民共国地图 实际上是被印度给占了 哦是这样 那么你土地还没有收回来 但是那个这个合约啊什么东西呢 你已经是全部几乎都被他取消了一大半 对啊 那这个如何善后呢 怎么样呢 这个局面怎么收拾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当中你怎么样跟你刚才说 这个问题联系起来 所以我们在外面的香港越看 越搞不明白 是不是 他们是这样评估的 说国际形势是中共进阵以来 在民众的居民 那么国际大记号就会决定国内小记号 这是郑小平讲的 那国内小记号很多人就在习近平抱有会议 认为这都是你习近平搞的 对吧 你该出手就出手 结果你不是该出手 你整出手就会闹成这个样子 你要一带一路的国家 你到处为你要钱 来的说你赞不给我米了 所以又很 有一批这种势力 对习近平现在抱有非议 然后政策系统查了查就发现了 查去了周恩康 结果呢 新上来的梦境势比周恩康还厉害 背着习近平干了很多事情 后来打着习近平的旗帜干了很多事情 所以牵涉的人啊 现在上次抓了那个孙力军 现在公布了罪名没有 哎呀就公布了一个最重要的事是不知定位 不知定位 极大的事情现在是你看公安部我刚才讲了 就是几乎把之前的党委委员全部撤职了 全部赶走了 或者叫你退休了 公安部现在是清洗再迷动了一个部门 嗯 啊 所以啊 我们也只能看表面文章吧 等到他来自于宣布啊 某位某部被抓起来 某位某位又搞独立王国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真相 对吧 对 我们就等都不能说 我们要等都看戏 我们等都打这样的声音好不好 还是您过来人更新的读到 天均一席化 甚都十年书 就我们在外面看不透 经理这么一起点啊 就好像隐隐约约的就有一个大结构就出现 当然我们都希望国家好啊 希望这个国泰民安 社会清零 把这个取恶目尽 这个香港啊也会慢慢 这个经济啊也会好起来 是不是啊 希望是希望世界 我记得董经 好了 今天就是感谢陶先生 谢谢 感谢感谢 感谢指点离经 谢谢谢谢 谢谢我们的编导 谢谢观众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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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再见 谢谢 谢谢啊 嗯 嗯 等一下我们研究院也是这个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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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